所以一个孩子在家庭成长当中 有满满的爱 你看他的眼神都是亮的 他看什么事乐观 天塌下来 我有父母兄弟姐妹满满的爱 他不担忧 在座有没有学校老师的 有 大家注意看 你看他假如 父母离异了 或者父母 忙的都没怎么照顾到他了 那个孩子有没有信心 他可能成长过程 他很需要父母的时候 父母都没有在身边 其实 这个哪怕是离异了 只要这一对夫妻 用很健康的心态去面对 那他的孩子也不会受伤 是吧 怕的是什么 互相攻击对方 然后都讲给孩子听 那是他最痛苦的事情 我们人真的要冷静啊 讲话不能带着情绪啊 带着对立啊 这样会 影响孩子的心灵 你讲给别人听 你只要是讲情绪的话 都会污染 亲戚朋友 你讲话要心平气和 才能讲话 心不平气不和 怎么办 闭嘴 念佛 不然就照页啊 你只要生气的一讲话 就是照轮回业 随缘消旧业 不再照信仰啊 不能再照三二道的信仰了 所以我们刚刚说啊 正住双修 正修是念佛 住修是断二修三 七功雷德 你用真心的生活工作 主事带人接物 通通都是激功雷德 过这种日子好啊 上班叫行菩萨道 回家行菩萨道 进厨房行菩萨道 进厨房 不要边煮边 不敢玩 这个会有毒素 参到菜里面去 这样会造罪业 所以厨房也是到场 煮菜的时候 煮给几尊佛吃 你那个菜都有加持 你这个心念就是普贤型 加持 特别好吃 所以圣人 佛菩萨跟凡夫是什么 一念之间的 你用真心 还是用妄心 没有差很多啊 就差这个念头而已 我们是造轮回业 还是行菩萨道 就是我们一念之间 这个要想清楚 想清楚的 看清楚的 不干傻事了哦 我有一秒钟 一分钟 我念阿弥陀佛 这一念 真心念一句 灭八十亿劫 生死重罪 我这一念拿去骂人 就照地狱的音了 一念差好多 这都是要看清楚 一念的差别 刚刚跟大家说 要看清楚 人生的最后一刻 最后一刻 双手双脚一摊 这个头也会歪一下 是吧 走了 这一幕看清楚没有 看清楚什么 看清楚 身体也带不走 身外之物呢 更不用说了 那假如我们 几十年所努力的 都是那些带不走的东西啊 那你不是很冤枉吗 是吧 而且你带不走的东西太多哦 会不会障碍你往生 你在那里想 我车子有五部车 咋办啊 你那个佛都念不起来了 你假如只有一步 而且已经过 过给儿子了 你都不用操心这些事了 真正知道随时做好准备的 都会把这些赶快安排好了 不要在那里挂这些心啊 这个叫累赘啊 看清楚啊 你这些带不走的东西越多啊 你的心越有负担 所以生活要越过越简单 你的心才不会有负担 所以我们要努力带着走的 然后呢 你有智慧还会留得下来的 什么东西留得下来 钱吗 你要把钱这个字看清楚 这个字怎么写 左边一个金是吧 右边两只刀 刀割啊 代表什么 钱留越多 谁会打架 兄弟 或者 单位的人 会打 你看连我们出家人 假如留太多 走的时候 哇 徒弟打架了 有没有 你要当师父 也要 有智慧哦 不然你看 你本来是为他们好 最后让他们打架了 所以林哲徐先生 这个有智慧的读书人 他说留书与子孙 子孙未必会赌啊 留金与子孙 子孙未必会赌啊 不如一冥冥中留应得啊 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啊 大家看孔子留什么 孔子很穷啊 留了什么 应得 辟硬了他后代 两千多年 我们遇到 请问你贵姓 我姓孔 我马上立正了 孔子的后代啊 孔子对我们有恩啊 不能欺负他啊 不然对不起孔子 辟硬后代啊 所以要基因得 这个是真正 可以辟硬到 子子孙孙的 台湾有企业家 留很多钱呢 结果子孙 增财产 三年 他的棺材都不能下上 因为还没有分清楚 摆不平 所以要有智慧 不要留那个会 争 争端 争吵的 留留着下来的 努力带着走的 你念佛的功德力 带着走 你用真心 激功累德 带着走 你的心 你的行为 跟普贤 跟普贤十愿相应都带着走 普贤行愿品有讲 你普贤行的功德 普贤行愿品 华言经都有讲 你临终了 你的眷属 你的房子 你是国王 这些大臣 宫殿 你都带不走了 你的身体也开始坏了 都带不走了 普贤行的功德力 会带你去极乐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